所谓花莲南区的议员詹金富在县政总质询时 对花莲县府是否有针对农产品行销 企业没何采购或是灾损 生产过剩食品加工厂进行农产品蓄化的计划提出咨询 县委员詹金富指出 目前气候变迁异常 农民在面对气候变迁往往不是暴雨就是缺水旱灾 县府农业处在应对的机制上是否有因应措施 避免农民在面对缺水的危机中拿出政策来 文旦 凤梨 还有那个西瓜 这个都是我们最主要的农产品 因为农民在一年只产一季而已 它代销 销不出去的话 我们看了真的很伤心 因为有时候也是生产有过量 在我们再要怎样补导农民 用最好的方法销售给我们人民的时候 这个要靠我们当地的县政府可以配合他们 这是最主要的那个原因 希望说处长这个对农产品这个部分 可以一定要坚持下去对农民的那个收购 看什么比较好的方法 不一定是企业家啦 不一定是什么是任养 我们把这个农产品可以销售出去这是最重要的 现在目前在南区的这个收容厂 它是没有收容这个B5类的 目前是没有收容B5类 因为你刚才我听你讲说 B5类的花蓮市有吗 对花蓮市目前这家它是可以收容B5类 对啊 你这个最少是从富里到到花蓮最少也有七十公里 七十公里以上 再过台东也有也是一样要七十公里 因为现在0918以后有很多砖混凝土通打厨 这个我们要运去哪里 成本那么高 一个那个废弃物要运七八十公里 这个对我们百姓真的以和而堪 记者临结花蓮市采访报道